那么一人雨婷公称她当时以为是参加讨债活动 不知道在幕后另有隐情 穿着特殊造型服装写着女性雨婷讨债还露出傲人身材 今天我是以女警的警花长的身份带领我的12美女警花 然后一起来这边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正视这个问题 除了雨婷后方还有一票年轻辣妹各个长腿细腰 他们说要讨债欠债的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些辣妹给面子还钱 但警方调查这票辣妹讨债团不单纯 这段去年9月的画面竟然涉及一宗恐吓案件 警方逮捕6名嫌犯 夜姓男子汉照姓男子为首的犯罪集团锁定流姓建商 以上酒店为名要建商付钱还开价400万 说是要收仲介公关费 双方杀架到250万建方依然不肯 后来黑道就派辣妹讨债团讨债 讨债方式非常有创意 但雨婷怎么会帮黑道所讨仲介费呢 雨婷表示当时以为是建商不肯支付工程款 到现场帮忙画虾而已 不了解内情 拍摄沐入广告之后出名的雨婷 这波讨债活动登上不少媒体版面 但是背后扯上犯罪行为 还好检警认定她不算共犯 否则也不是不知道就能撇清关系 TVB也喜欢花零零伟龙 台北报道